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意大利美食 意大利肉酱面 中国人最接受的一道西餐 对于没有制作过的人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材料 今天做肉酱所使用的主材料是牛肉 这边是准备了400克的牛角肉 这边是200克的洋葱 像旁边是胡萝卜 两片大蒜 切末 同样的 这边的话是西芹 这边的话是番茄 我用的是罐装番茄 这边是10克的面粉 这边的话是茄糕 茄糕的话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我们做西餐会经常会用到 茄糕的话它是用番茄浓缩之后的一样东西 这边这个的话这是百里香 好 下面这个 这个是肉豆蔻 但这个应该不是很陌生的 香叶 好 下面这边就是盐胡椒 旁边是用的初榨橄榄油 好 旁边的话是红酒 旁边的话这个它就是我准备的牛肉汤 大家平时如果家里面没有炖 留一点汤的习惯的话 那就可以买在超市里面买一些汤块 或者汤料 好 冲一点 下面我们来开始制作 好 下面我们来先炒蔬菜 先加入橄榄油 全程是中小火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在锅中加入了橄榄油 还有我们三种蔬菜 洋葱 胡萝卜 西芹 以及大蒜 小火翻炒 这个东西炒的时间比较长 你要炒个十几分钟 因为全程小火 大火的话它容易焦 炒完之后这个会比现在还要少一半 因为随着水分的蒸发 它里面的味道会浓缩 这三种蔬菜炒完之后 它会有一种甘甜 好 大家看我现在大概已经炒了有二十分钟左右了 我们从原来有一大锅的蔬菜 现在已经所有少到已经很少了 差不多现在这个程度之后 我们将面粉加入 也是小火 然后面粉 面粉充分炒进这个蔬菜里面 我们将这个粉状 炒到已经没有粉质了 所以就可以暂时先关火 好 我们这边准备另外一个锅 准备另外一个锅炒牛肉 当锅足够热的时候 我们再另外加入油 炒牛肉的时候这锅一定要热 好 我们现在加入牛肉 好 现在我们大致 这个肉块已经大致已经有上色了 现在我们把红米酒全部加入 把红米酒全部加入 大火煮开 好 下面我们加入茄膏 好 下面我们加入茄膏 好 拌匀之后 我们紧接着将刚刚的材料中的牛肉汤 牛肉汤汁全部加入 好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开了 开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浮沫撇掉 好 接下来我们把香料下进去 像肉豆扣的话 不是整颗丢进去 会像这种擦成粉 再就擦成粉进去 好 然后再把下入底盐和胡椒 如果中间水少得过分快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些水 好 现在我们已经煮了有一个小时左右 好 现在完成品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好 它煮出来 所以有点这种糊状 这样可以很好的挂在面上面 然后我们刚刚 可以最后的话 试一下调味 在这个煮之前是加一些底味 但是最后的味道的话 还不是特别确定 我这个刚尝一下 我是盐味是够的 我需要再加入一些胡椒粉 我加一些现磨的白胡椒粉 好 再调一下 好 这样的这个肉酱呢 我们就先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煮意大利面 我们煮意大利面 它和我们煮中式面条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里面是需要加盐的 因为如果你煮意大利面 它不加盐的 你煮完之后 它这个面里面 它是没有咸味的 它没有咸味 这样吃上去的话 可能外面裹上酱汁 它是有味道 里面的话它并没有味道 所以这是一定要加盐 尝一 稍微尝一口 不用尝一口 你舔一小口 觉得很咸 那就可以了 如果一定要是你 吃到觉得一口 就让你很咸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可能我们吃菜的时候 那种咸不一样 一口就让你咸 说明这个浓度就可以了 好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水已经开了 现在开始加盐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尝一下这个水 很甜 很咸 这个时候我们把面都下进去 而关于这个煮面时间呢 根据你所买的意大利面不同 它煮面的时间 时长它也会有所不同 我这款它上面说是煮9到11分钟 通常这个煮制的时间呢 你提前1到2分钟 再来尝一下这个面 那个时候会有口感 Aludente那个阶段 就是有夹身的 如果不喜欢有夹身的朋友呢 那你就煮到再加2分钟 9到11分钟 可能煮10分钟或者11分钟 直到煮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口感 好 那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煮了7分钟左右了 我现在夹一根 夹一根给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仔细看啊 它里面还是留有一点芯的 那大家能不能看见 它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芯啊 说明这个时候它是有口感啊 叫Aludente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装盘了 然后我们再撒上一些芝士粉啊 芝士粉的话超市里面也是有的卖的 如果不喜欢的朋友的话可以不用加 但是加上的话 它是会更加好吃的啊 撒上一些芝士粉 好 那么我们这道芝士肉酵面啊 它就完成了